土耳其外交部跟旅游剧 就是专门就是跟中国政府合作 还有中国的一些广告公司 还有就是旅游公司 一直合作一些宣传啊 就是给中国人介绍 看这些土耳其多好玩 多安全 没有跟意大利一样 是就是什么 什么什么一样 你们的宣传片里面有这样说吗 没有意大利那么像 前几年就是 有一个很火的一个节目 带过去的土耳其旅游 就是他们录像这个 就是他们录像这个节目了以后 一回来一播出来 去土耳其的中国的游客就爆炸 就是很多人去了知道吗 然后就是还有呢 我们土耳其就是政府 他们是前一段时间 这个很厉害 就是TFBOYS的 完全开的生日的时候 他们把土耳其卡帕多契亚的 热气球飞的时候 整个热气球放了它的图片 很大的图片 让他就是祝他的生日快乐 然后把这个视频就是 翻开了就是微博上面 那最搞笑的是什么呢 知道吗 我们土耳其的一个政府员 突然就他发给我信息 他发给我TFBOYS的微博的链接 他问我 看小强 你能不能看一下 这个一个小时内转发的人是真的吗 转发了多少 转发了多少 转发了一百多万个人呢 还有上了那个保质上面 就是说就 一个小时内一百多万个人 然后他问我 这个是真的吗 还是广告公司骗我们 就是他突然很惊讶 哇塞 这么多人一下子转发之后 他很开心